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可愛 這款可頌餐我覺得也好好看 現在準備出發 Hello大家 看這個陽光這麼好 我現在在加州 而且是我在加州的第七天 之前沒有錄Vlog的 主要是因為之前有一些正經的拍攝工作 然後我們就專心工作所以就沒有拍 今天的計劃呢就是離開LA 開往Pump Street 我訂了一家我垂涎已久的度假酒店 有點期待今天的錄影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tour 一進門呢 就是一個很有古典氣息的 然後加州風格的大廳 是吧 這些家具的選擇我覺得都還挺精緻的 然後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也是比較偏Vintage 一點的小廚房 整個房間讓我覺得最奇怪的就是 它這個床 是吧 特別特別高 感覺上面摔下來要進醫院的那種 好誇張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院子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院子 就是我們早上可以坐在這邊 哎呀 開起來 這邊有一個小院子 早上就可以坐在自己吃早餐 不是很大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很酷的廁所 就很值得 這裡有一隻大肥貓耶 好可愛 今日份的OOTD 這件黃色的毛衣 正好跟我黑霧的時候 在Marge買的這條絲巾 是不是特別搭 然後再戴上我這個 LV的Vintage包包 這條EGOD的皮褲 和我的Vagabond的這個小涼鞋 找到了一家日式火鍋 這裡還有日式火鍋 這裡還有日式火鍋 對呀 都開在法拉利對面 這裡對於法拉利對面的一家 叫雙鋪雙 這個落石好美 這個站高一點 這個大姐 非常 向右轉 我們剛剛進去問了一下 他說今天晚上已經全部訂滿了 下一個兩個人可以進去吃的是八點 現在幾點 對啊 等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去附近看一看 有沒有什麼 就也比較好吃的 我們放棄了 這邊也要等一個小時 現在準備點外賣 帶回酒店吃了 陶陶在深夜 殺一個甜瓜給我吃 看陶師傅這鹹俗的刀法 要背後看這個羊 這一股超想應該被他瘦死了 他說師傅 給我來一卷加利福尼亞肉 然後再給我來一卷加利福尼亞肉 然後再給我來一卷加利福尼亞肉 還有利福尼亞肉 大家早上來關顧我們的飯器 你要不要躲起來小媽咪 要不要躲起來 哈囉大家早上好 又是陽光美媚的一天 看我今天穿的也非常的colorful 因為它這邊整體的景色 顏色稍微比較匱乏一點 所以我就穿的比較鮮豔 還有這個很可愛的發發包包 它中間這個是起司 然後加紅棗 這家是水 好吃 它裡面還有堅果 然後加上紅棗 那種糖的味道 起司還有奶香味 這款可頌餛味道也好好吃 真好吃 特別是這個蛋煎的 絕了 非常推薦大家來試一下 我覺得這家 至少我們點的都沒有柴蕾 它這可頌一點都不油 我們之前去波士多那家也是網紅店 說可頌很好吃 但我覺得這家可頌有點油 但是這麼大分對我來說算得有點大 因为我刚才又吃了这个 给你们看 我这里卖的冰箱片 然后给大家买一些 然后把它贴在我们家冰箱上面 现在打算出发 去他们最有名的一个景点 叫仙人展规 对 给你们看 来到了一段看来磁区的屋 感到到这个边缝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 这个国家公园的最高点 叫Key's View 这边风好大 我换了一件羽绒服 金色橘子 来不来 淘淘的蓝色带 这边的景比较美 就是那个Visket 因为它有下雪 所以比较有层次感 这边就感觉是单纯的 很大的景 有点土 沙漠底毛 又来好看 小红书推荐的巨型仙人展 这样子看过去 好像也不过如此 也没有很惊艳的样子 后面的天空倒是很漂亮 粉色的肉质 我们昨天晚上不是没吃到火锅吗 所以我们就定了今天晚上的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好有一次感 还要自己磨 我刚才回到酒店 我要给你们壁垒一下 刚才吃的日式火锅 我觉得不要去 味道这个东西 我觉得没法说 因为我吃的日式火锅也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也不好说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以我自己的口味来说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淡 但是就整体的服务来说 是绝对没办法打4.7分的 我们大概是6.40分入座吧 吃上火锅的时候已经是7.45分左右了 离不离谱 一个小时 就等餐等到一个小时 然后后面我们再要求别的服务 比如帮我们加水啊 加茶啊什么的 就也没有人在理我们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单价来说 有点太贵了 也有可能是这边没有什么竞争压力吧 他们大概点一份的菜 一份的肉 我觉得一个人吃都有一点够强 就是那个肉总共也没几口 然后菜也是总共也没有几种菜 然后分量都特别特别少 所以总的来说我是不太推荐的 但是今天早上的那个brunch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推荐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们有来pump street 这边度假的话 一定要记得去吃 在家早呀 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是咖啡机 所以我就没有怎么打扮 就是一条比较舒服的坐飞机穿搭 要跟我可爱的房间说再见了 拜拜 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哈喽大家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昨天没有拍视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坐飞机来新墨西哥州的时候 就延误了好几次吧 至少延误了三次 然后就很无语 我们大概到了晚上八九点 才到这个地方 但是就已经基本上是我们餐馆都关门了 你知道就这种人口比较少的州 然后我们就赶紧找了一家中餐馆 随便想点个什么新州炒米粉 芥兰鸡 芥兰牛什么的 就填一下肚子 然后我们遇到的是一位台湾的老板娘 非常乐情 她给我们介绍附近什么好玩的景点什么的 但她突然唤起了我 我第一次知道新墨西哥州这个地方 其实在堪西来了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牌艺人 是一个男生 他就说他住在新墨西哥州 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了 就突然两个人的这个身影重叠了起来 我们今天的计划呢 就是在这个Downtown里面逛一逛 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可逛 因为今天是周三 昨天做功课的时候 发现周三好多什么博物馆啊 什么艺术馆啊都关门 反正来都来了 先出去逛一逛 有什么就逛什么吧 我们迎接下注 谢谢 谢谢 你来 竟然有香 我溜了我一直溜 就是environ 10月40日 你别说 它都没加点 橄榄 真的好甜 喜欢 看看 看 我们现在吃完早饭 打算去Santa Fe非常有名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有名就有名在里面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旋转楼梯 这个旋转楼梯没有用一根钉子 或者是任何这个中央的支撑柱 这样做起一个非常优美的形状 我们打算牧名去看一看 这边的房子真的好寻梦皇游记 我感觉妈妈coco就在其中一个房子的里面 坐着摇摇椅 晒着太阳 门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模型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才知道像这样子的 像豆腐块一样 方方正正的房子的名字叫Adobe 就是我们用的软件那个Adobe 这个建筑是不是徐梦皇游记本记 你们看这个银银 它是用这种机械的零件做的 好酷呀 这边这条街好好逛啊 我看到每一个工艺品都想买 但是我们有一点怕 就是一是不好带回去 工艺品都比较大 二就是怕被杀猪 它这边很多都没有标价的 怕说老板看我们是外地人就乱叫价什么的 你在这个汤里面完全没有你在美国的感觉 就感觉就是在墨西哥 一个非常有抑郁风情的国度 很多的客人 会被人的一家 但是可能说要12个国度 就有点太大了 那我就搞好看 而且也不贵 才110度 做都超稠的 而且也不贵 做都超稠的 我只能感觉到 有沒有說哪個好看 我覺得左邊這個好看 我比較喜歡這個黑不溜球 點點冰冰點到誰就是誰 我不要 成年人選擇都要 我們兩個都買 這挺好看的 你要是喜歡這個換成單片那個紫色 這邊真的超級好房 我們剛才逛的那個地方 算是比較小的工藝品 然後今天走過來之後 基本上賣的都是比較貴一點的 但是非常精緻 藝術感很強的一些藝術品 還挺貴的 我們該去看一個盤子三千 但新閃現還挺不錯的 我們現在在Centafi這邊的山頂上 到來這裡看路路 你在害羞什麼 然後都不讓我拍他 看見嗎 記得還有一堆老爺 然後奶奶也自己看著 可以俯瞰一整個Centafi 好美 我們回來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開始 研究他的項鍊 你已經多久沒有回家認真看過我 沒有 那項鍊有多好看啊 又有 他現在對這個項鍊的喜愛 已經超過我給他買的 沒想到的這個項鍊 一路上一直在說這個項鍊 一直念一直念 好嫩喔 好好吃 綠油油的 起司 好吃嗎 給我一小口 我婆婆可以拿 我一點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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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 又是新的一天 然後我們今天的計劃 就是 再逛一下Centafi 因為昨天週三 有非常多店沒有開 大部分的博物館也都沒有開 今天就打算把這些 全部再逛一遍 真的沒有想到這邊這麼好逛 還有這種非常現代的家具店 這個燈好有意思 好像我們小時候元宵王的花燈 好想買啊 全場八五折 但是如果加上運費 運到紐約 就沒有那麼划算了 所以我買巧克力 也有打算給家裡的弟弟妹妹帶兩盒 這個好可愛 可以像個小弟兄 他們都超級美味 和美麗 給你們拍照 你看某人 偷看藝術品像不像公園的老大爺 我們又來到了附近的一個很有名的天主教堂 進門就放在這邊 掛了好多的這種項鍊 用來祈福的 還有很多人掛口罩 我覺得應該是祈禱COVID趕緊過去吧 中果未如我 今天來吃中餐 超過兩天不吃中餐我就會死了 今天晚上來吃丹丹麵和小籠包 還有蒸餃 不難吃了也沒有很好吃 非常的離譜 我們現在晚上六點來這裡 巨多人 具體一點 差不多有五十個人吧 在我們前面 我們兩個開車來這邊都震驚到 想說 我們在整個山大費市區沒有見過這麼多人 就是這麼多人 離不離譜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我們暫時住的Airbnb了 今天去的這個喵沃夫的tour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我一定要好好跟你們安利一下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新墨西哥州能有這麼前衛的裝置藝術 那這個喵沃夫它的起源地其實就是Santa Fe 但是現在在丹佛和拉斯維加斯其實也都有了 只是說可能主題上面會有一點點不同 它這個整個tour其實是有故事線的 主線就是邀請玩家探索揭密 這家人為什麼會丟下自己的房子消失的秘密 那這家人他是進行了一系列的神秘實驗會消失的 所以留下了很多非常神奇的 但是只進行到一半的實驗裝置 它是可以互動的很多按鈕啊什麼的 你按下去都會有一些很神奇的反應 我覺得如果你對這樣子的解密tour感興趣的話 真的一定要親自來 我覺得相機是拍不太出那種很真實的視覺震撼的 就是你從外面滿是那種傳統Adobe建築的城市突然進來這裡面 真的有一種來到異世界的錯覺 就你不經意的打開隨處可見的 這些像冰箱門啊櫥櫃啊壁爐啊這些 都有可能會突然進入一個更加神奇的光怪陸禮的世界 這一整個tour下來我和茅桃個人都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絕對算是我們這次旅行的一個意外之喜了 所以說如果你有來這個新墨西哥州的話 一定不要錯過 滿分推薦 那今天呢是我們在新墨西哥州的最後一天 也是我們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天 說實話玩的是滿開心的 但是也有一點想家了 然後我們訂的是今晚的航班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還有一整天的時間 可以再在這個附近的小鎮逛一逛 因為昨晚查到還有一個博物館沒有去 然後也有一兩家我還想要再逛一逛的店 行李已經打包好了 現在準備出發 你今天的孔色好好看 好看耶 你傻笑什麼 傻笑就是好看的意思 有病 我已經和這個項鍊對上了 我們又進到一家 這家是有七種 我还是觉得旁边有设计能够好看 现在有好多这种厨具都打折 但就实在带回纽约不好带 再买一个这个十字架的摆件送给我买的 Yeah, we'll take this 我们现在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国际民间艺术博物馆 这是这种很可爱的手工制品 我真的觉得新墨西哥要把我们两个钱包偷空 你们看这里有Adobe的模型 新墨西哥的传统家庭内部装饰 他们的壁路真的很有特色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迪迦奥特曼有一集 就是有出现这个山神 最后他配着怪物跟迪迦奥特曼打架 这里有一个从灯笼里跑穿路 这里面还有一个放电影的舞者 他说放的是鬼片我不敢进去 日本的鬼片是我到现在为止的阴影 我不敢看 竟然有龙猫耶 天哪,我的童年 这不是我们的民间艺术吗 这个是门神吗 财神爷 这里有我最害怕的渣马,我的妈 这里有我最害怕的渣马,我的妈 好喜欢这个立体的花呀 让他买一个回去 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还挺庆幸的啊 就是没有特别早来奥特曼特曼这边 因为这边确实没有什么好逛的 你如果在Santa Fe待了几天 就会觉得它这个Old Town着实有一些简陋 如果你整个逛下来大概 我觉得不到一个小时吧 差不多就逛完了 但是我们喝的这家黑鸟咖啡店 我觉得还挺适合来尝试一点 特别是它就是自己独家的风味 我点的这杯就是叫Blackbird 然后某号点杯呢叫 我这杯我觉得挺好喝的 某号那杯有加辣椒粉 咖啡加辣椒粉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家店的店员小哥长得很帅 这个人真的是出了一个日子 四点半门就全关了 对啊,我们是这位小哥的最后一位顾客 后面还有一堆人骂进来 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四点半就关门了 我们不再接客了 要是在纽约四点半就关门的店 我建议就把店关了就好了 生意不要多了 那新沃西哥基本上都是 他们整个Old Town估计 所以大午餐店五点就关门了 而且今天周五居然有店 直接打烊 出去放假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店 我会给我来的 散开 我会在那边 我会给你可以看 我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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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被你 我会有 我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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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撒